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 一切无非是考验 惩罚或补偿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福尔泰 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 来自李银河老师 名字叫做 美好的生活 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 如果你想听到我更多的节目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静波频道 人生苦短 在宇宙的背景中 连地球银河系 都显得那么渺小 更不必说 我们人类的一生了 在虚无主义者的眼中 人生从本质上讲 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 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 有些事 却对人生有意义 什么是对人生 有意义的事呢 我们的人生 该用什么来填满 才不需此行呢 一位哲人说 人必须完全自觉 个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 不合理的存在 才能解脱 我常常能够深刻感到 生命的无意义 不合理 人从来到这个世上 一路挣扎 追求 修炼 然后就那么离开了 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没有答案的 或者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 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这一答案就是 毫无意义 既知答案如此 又要勉强自己生活下去 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 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 荣格和海德格尔 有着不同的看法 荣格认为 对于正常人来说 有什么必要去追寻 生命的价值 或存在的意义呢 这样的问题 只是对于精神分裂了的 异化了的人来说 才会发生 而海德格尔却认为 应当追问 存在本身的意义 人就是一种 领会着存在的在者 从很年轻时起 虚无主义对我 就一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 大到令我胆战心惊的程度 使我不敢轻易地 去想这些问题 我不敢长时间地 看着星空 看着看着 我就会想到 在这众多的星星中 地球就是其中的一颗 而人在地球上走来走去 就像小蚂蚁爬来爬去 人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在其中显得 毫无价值 人们滋滋以求的一切 实际上 都是毫无意义的 或者说得更精确些 最终 会变得毫无意义 吃饭 对于饿的人来说 有意义 睡觉 对于困的人来说 有意义 但对于死的人来说 他们全无意义 每个人最终都会死 死 就是无意义 生 因此 也变得 没有了意义 人为什么 要在世上 匆匆忙忙地 奔来跑去呢 有时 我会很出事地想着 那种感觉就好像 在天上 俯瞰着大地 我在想 人们在这个世界上 奔忙些什么呢 我仿佛看到 在这小小的地球之上 人海汹汹 日月匆匆 不知道人们 都在追求些什么 一个人 一生的痛苦和奋斗 在宇宙的背景之下 只不过 是个笑话而已 有一段时间 我的情绪 有周期性的起落 差不多每个月 都会出现一次 生存意义的飞机 在情绪落寞的时候 就会有万念俱灰的感觉 人 怎能永远兴致勃勃呢 一个永远兴致勃勃的人 一定是一个傻瓜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他为之忙碌的一切 其实毫无意义 普鲁鲁斯特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过 我只觉得 人生一世 荣辱得失 都清淡如水 备时避兴致勃勃大碍 所谓人生短促 不过是一时的幻觉 类似的说法 毛母在人性的枷锁中 以主角菲利普的口吻说 人生没有意义 人活着也没有什么目的 一个人生出来 还是没有生出来 活着还是死去 都无关红纸 生命似清晨 死去亦突然 万事万物 犹如过眼烟云 都会逝去 它们留下了什么踪迹呢 世间的一切 包括人类本身 就像河中的水滴 它们紧密相连 组成无名的水流 涌向大海 它还这样写道 我早已发现 当我最严肃的时候 人们却总要发笑 事实上 当我隔了一段时间 重读我自己当初 用我全部感情 所写下的那些段落时 我自己竟也想笑我自己 这一定是因为 真诚的感情 本身就有着某种 荒谬的东西 不过 为什么这样 我也想不出道理来 莫非是 因为人本来 就只不过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 行星上的短暂生命 因此 对于永恒的头脑来说 一个人一生的痛苦和奋斗 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吧 上面这些蚊子 总是能够打动我的心 一个无足轻重的 行星上的短暂生命 一个笑话 如果人没有注意到 这个残酷的事实 它活得肯定不够清醒 不够明白 人生 在永恒的头脑看来 就是一场 当局者迷的荒诞剧 然而 旁观者轻啊 人们在台上 很投入地扮演着 悲欢离合的角色 悲壮激烈 他们不愿相信 在永恒的头脑看来 那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他们绝不愿相信 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 每个不愿正视这件事的人 都是在自欺欺人 人活一世 都想要留下痕迹 有人说 人最大的目标 是青史留名 有人说 有人说 即使不能流芳千古 能够遗臭万年 也是好的 说这话的人 没有想到 在地球热祭之后 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记得 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的时候 曾在日记当中写到 我已经留下了第一个痕迹 当时的我没有想到 这个痕迹 就像沙滩上的脚印 很快就会被海浪抚平 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在宇宙当中留下痕迹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亿万年后 没有人会记得 马克思是什么人 别人就更不必说了 正如哲人所说 人生的目的 不过是死亡而已 因为在这世界里 生存的一切 都像尘土一样 被时间的气息 渐渐吹走 就像在沙漠中的绞技 一下子会被吹没了那样 时间也会抹掉 我们存在的痕迹 仿佛我们的脚 从来没有踏过大地似的 既然如此 人活着 岂不是和死 没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对生活最终的看法 当你把这个痛苦的事实 当作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接受下来之后 你就会真正的冷静下来 内心会真正的平静下来 你会用一种 俯视的游戏的态度 来看待人生 在想透了生活无意义之后 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 尽管我们知道 生活最终没有任何意义 尽管我们知道 人死之后 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存于世的 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中 享受生存的快乐 尽管生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但有些事对生命是有意义的 肉体和精神的痛苦 对生命有反面的意义 而肉体和精神的快乐 对生命有正面的意义 这就是我心目当中 舒适与幸福 在人生命当中的位置 有一段时间 我开始读禅 心中有着极大的共鸣 禅揭示了生活的无目的 无意义 它提到要追求活生生的生命 生命的感觉 其实生命的意义 仅在于它自身 与其他一切人和事毫不相关 参禅的时候 我想到 过去 我常常受到世间虚名浮力的诱惑 其实是没有参透 然而 我又不愿意在参透之后 使生命的感觉变得麻木 而是循着快乐的原则 让生命感到舒适和充实 这包括没有病痛 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 还有就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喜悦 它还包括 对好的音乐 美术 戏剧 文学的享用 更重要的是 把自己的生活 变成一个艺术品 让自己的生命 活在快乐之中 其他的一切 都不必追求和计较 美好的生活 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 它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福科说 令我震惊的一个事实是 在我们的社会中 艺术成了一门专业 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 但是 难道每个人的生活 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 为什么一盏灯 或一座房子 可以成为艺术品 而我们的生活 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 毛母也曾经说过 我认为 要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看成不是令人厌恶的 唯一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那就是美 而美 是人们从一片混沌当中 创造出来的 例如 人们创作的绘画 谱写的乐章 写出的作品 以及 他们所过的生活本身 在所有这一切中 最富有灵感的 最富有灵感的 是美好的生活 这就是艺术的 这就是艺术的杰作 是啊 生命本身 虽无意义 但有些事对生命来说 是有意义的 生命是多么短暂 我想让自由和美丽 把它填满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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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